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女神聊电影 那夫弟弟是最有名的古代女性之一 她因为有女性美的一种指标 被称为有史以来最美的女人 可是她的手是什么样的,你见过吗? 今天小编就为大家带来那夫弟弟之手的故事 影片的一开始,在纽约大独会的艺术博物馆之中 正开展那夫弟弟之手的展览 一只狗狗,看着这个被包裹的文物很兴奋 因为它太像一个骨头了 而一边的鹦鹉正在和人类打电话 还表示人类可真烦 于是她赶忙挂掉了电话 可是一转头,狗狗已经叼着那夫弟弟之手在她的面前了 这可是文物,不是吃的呀 鹦鹉看清楚之后,吓得大叫了起来 随之而来的,还有国务馆的警报之声 可是狗狗却不为在意,还叼着断手,拔了起来 鹦鹉见状,赶忙过去抢夺 就这样,两只动物在空旷的房间之中追逐了起来 眼看鹦鹉就要追上狗狗 狗狗却把断手扔了出去 断手被甩到一块石头之上 还遭到了电击,鹦鹉都被吓傻了 还好,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掉下来的时候,直接戳进了 被狗狗撒上尿的电插板之中 再一次受到了电击 而且还不止一次 鹦鹉看到一脸懵逼 狗狗却很是得意 之后断手被烤箍落在了电面上 狗狗心悍的跑了过去 这口熟了的就是美味呀 就在狗狗要瞎口的时候 断手对着它就是一顿猛打 并且追着它不放 最后一拳臭地把它打猛 还拉着它在地上死命的摔 这真是看着都疼 而鹦鹉害怕的躲在了镜子后面 断手发现之后就快速的走了过来 却看到了镜子中的自己的样子 这不是最美的手吗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呀 于是它伤心地趴在地上哭了起来 这时鹦鹉出现 劝它不要哭了 断手一把就把它抓了起来 让它看一下自己原来是什么样子 鹦鹉看到这里也很是无奈 突然它灵机一动 在断手身边哩咕了几句 断手一下子就高兴了起来 专业 断手正在接受两个专业的凶手人员的护理 还给它涂了漂亮的指甲 让它完美地呈现在了大众的面前 之后断手在展览馆之中 尽情地释放着自己的魅力 这真是一只迷倒众生的手啊 看完这只手的表现 你有没有也想好好的要保护自己的双手呢 感谢收看本期视频 喜欢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